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辟谣怀孕即将官宣生子后,维权胜诉。 2023年1月4日,迪丽热巴再次传来好消息。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迪丽热巴迪丽莫拉提与徐刘洋网络,侵权责任纠纷依审民事判决书,引起网民广泛关注。 本案中,被告未经迪丽热巴同意,在其微信号中,在其朋友圈、朋友圈销售的产品外包装上使用了多张迪丽热巴肖像,并以品牌代言人的形式用于宣传,也严重侵犯了迪丽热巴的肖像权。 姓名权,给迪丽热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,同时给迪丽热巴带来了,了严重的精神困扰和伤害。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迪丽热巴还向法院提起上诉,要求被告出具书面道歉信,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,以及维权公正费150元。 最后,法院经审理判决,还要求被告在其个人。 微信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24小时,向原告迪丽热巴赔礼道歉。 赔偿迪丽热巴经济损失3万元级取证,费150元。 驳回原告迪丽热巴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迪丽热巴的积极维权,也得到了网民的支持和鼓励。 希望大家多关注她的作品,共同维护她的合法权益。 就在前一天,加航迪丽热巴工作室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声明, 称近期有部分谣言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并传播大量关于我意。 任迪丽热巴的不实信息,内容纯属恶意造谣,无中生有。 严重侵犯了迪丽热巴女士的合法权益。 我们已经采取法律手段坚决维权。 请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